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诚勿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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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加入慈忿 就是 因為先生他會不高興 他如果在說什麼 我會改變 雖然我說 我做慈忿是對的 是好事 可是他不了解 憑他為什麼我會沉默 我會覺得 我這個家要合 我不能這樣子 我們自己要做主席 要怎麼努力 可以走這項修園 走到順順 一定要地人合 就是不要爭啊 你要修行 你一定要人事來磨練 所以自己有這個姻緣 承擔組長 剛開始這些組長 其實是真的狀況百出 我這次都經常不說 我們不可以說 沒有一件事 要就一定 要跟別人做得贏 尤其當組隊長 是不能 不能去責備 自己的師兄師姐 你要跟他疼心 跟別人顧好 對於錯事 每個人看事情角度 不一樣的 有一次相繼師姐 因為她有她的責任區 我有我的責任區 就不高興了 我回來還是打電話 跟她說師姐抱歉 因為上次曾經說過一句話 對的人要跟錯的人 說對不起 說抱歉 那為了要什麼 為了要平息這些紛爭 爭就是會計較比較 那上人一直教育我們 不要計較 我們就不要跟她去盡 有的沒有的 那只會增加 彼此的煩惱跟痛苦 在詞記裡面 一路走來 這是上人講的 親善無所爭 蝴蝶用心跟愛常常盡思 那我們自己的心 就能夠明信盡信 我們來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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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見